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从11月19日开始就已经有相关消息传出 比较早的消息来自于谭维维 玉可维 陈楚生等歌手 不过11月19日周深 黄岐山等人还在参加音乐节 仙道的歌手只拍了定撞照 首轮录制的部分歌单已经释放出来 据说大合唱曲目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和大中国两首歌曲 而周深则演唱两首歌曲 一首独唱是来自电影归来的主题曲 跟着你到天边 其实周深早在两年前一场直播中轻唱过这首歌曲 而后面有很多人也会根据余光曲去写的首歌 比如像 跟着你到天边 他就是在这样以他为蓝本的情绪去发展 多好听的声音啊 这也希望周深以后多唱这首歌啊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梦将你故长城 前故闯进水分天 嗓音空灵好听到耳朵怀孕 现在终于有这首歌的现场舞台了 太期待了 除此之外 周深还会和黄岐山合作带来 王菲和娜英 在2018年央视春晚中表演的歌曲《岁月》 黄岐山和周深两人在今年一起担任了 舞台2023节目的导演 而在首期节目中 他们两人合作也是非常期待 生生不息第三季是嘉年华 将会围绕嘉的主题展开 符合这个主题的华语歌曲有很多 相信各位嘉宾能够选择最适合的曲目 呈现出最好的舞台 哈喽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由我演唱的迪士尼动画百年庆典具现 电影《星愿》 许愿新之歌 I'm a star 现在已经在QQ音乐上线啦 在这首歌当中 我挑战演绎了多个不同的角色 期待大家能够仔细倾听 电影《星愿》11月24日 即将全国上映 《百年造梦》 《星愿成真》 此外 周深一人唱恩绝的新歌 I'm a star持续霸榜 听了这首歌 好像有点魔证了 感觉总是有一群周深 环绕着我 也不知道周深史新开了几种音色 还是本来就有 只是没遇到合适的歌曲展示 有网友说周深是不是无聊了 就一个人在家玩过家家 一个人眼泪欲玩 还有网友说周深让我见识到 什么叫各种声音可以走私分裂 要不你一个人把北京欢音音翻唱了吧 不过在小编眼里 华语流行乐坛 目前好像只有周深可以这样玩了 一宝宝 冒出一群又一群 嘿 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 安静地听听看我过 所以 我们都是星辰 太棒了 你不用把事都天涯 不风华 身体日月的光华 你的答案就藏在我们脚下 I'm a star 一直看着她在进步 她的努力让她变得越来越好 果然周深的演唱黄金时期才刚刚开始 她用一个个舞台告诉我们 她就是为歌唱而生的 她掌握西方的技术 拥有美妙的音色 最重要 她骨子里滲透着典型中国古典乐 周深是一个很有想法和有思想的人 从骨子里喜欢音乐的人 从内而外散发着对音乐的热爱 她会带着中国音乐走向世界 を使用还有素晴的音乐 我使其错的能界 和强烈的声音 中文字法师 嗯 橘子手吹散藏茫茫 我觉得最让我感慨的是 因为我之前是在其他的国家读书 就我的老师们 他们第一次听到我的大鱼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 你们中国的音乐好美呀 虽然他们听不懂 但不会去妨碍他们去感受这个风格 或者是这首歌的美 然后在尤其是唱到一些戏腔的时候 我的老师们都声乐老师嘛 他们就会觉得 哇 属于你们中国 特色的这些唱法 他们都知道京剧 那我们其实我们国内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戏曲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年轻 跟应该跟经典的一种去交流 因为随着我们的话 说得越来越简单 包括我们现在会出现 越来越多的网络流行词 它可能就会用一种 非常轻松调侃的方式 去表达某种情绪 但是越到这种 就是网络流行词开始 应该说是泛滥的时候吧 大家突然被一首古诗词去打动 你就会开始感慨 以前的古人写的那些诗句 真的是 你都不知道他们当时怎么想的 因为我经常会感慨 以前我们古人做的东西 他们就是剪练 然后里面的含义又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应该 愿意去做这样的风格 应该也是有受到那一下冲击 就会觉得我们自己有很多 我们应该是在 节奏非常快的时候 去忘掉的一些东西 然后现在也有很多人 去把它重新剪回来 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做 更现代的一些中国风 我觉得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 而且是用自己属于自己独特的美 去让其他文化的人去喜欢 或者去感受 都是一种很幸运的事情吧 我觉得音乐一定是这样一个 非常好的 可以传递我们自己的文化 或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过程 因为大家都一直会说 艺术没有国界 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去阻拦它的交流 我觉得音乐它更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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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